在广州进行斯坦科维奇杯篮球赛,昨晚结束了决赛的争夺,中国男篮70比51战胜澳大利亚男篮,首夺四杯冠军,一键连全场得到了全队最高的14分9个篮板,毅力有12分入仗,四杯夺冠之后,中国男篮将在一周后启程前往波兰进行奥运会前的最后热身,然后他们将奔赴伦敦,开始征战奥运会。 中国乒乓球队目前正在成都进行奥运会模拟热身赛,昨天进行的男子A组冠军争夺中,马龙4比3战胜。